大家好,我是明白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 遇到问题该如何分析并解决 我们这个webscript是一个爬虫的软件 插件 就是它遇到问题 遇到问题的话一般就这两种 一种是没有数据 没有抓到数据 再一种就是数据不全 再让我们依次来看这两种问题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大家看我们的没有数据也分哪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你没选中 大家看这一块 这个知乎 可能你我们点击select 选中标题 大家看这块你是你选中了 但是可能你当select以后 这块这个标题 大家看这块这张代码 可能你误操作或者什么情况下把这块给删除了 这个时候你保存 好像保存不了 或者说你这块点错了 然后你保存 这个时候你抓数据肯定是空的 你点击element preview看的话 哎 这块 比如这块你算 算是要许个一吧 就比如你这块 反正这块是你误操作的 操作的不对 不是你正确的 就是你点击element preview看一下 是没有选中的 是没有选中的 虽然你自己当时是点击select 选中第一个 选中第二个 你也点击当selecting了 但是这块可能你有时候会误操作 把这块给删了 或者误填上了一些无关的数据 这个时候你以为你选中了 然后抓取的时候 发现是空的 这是怎么检查呢 我们第一步检查 就是点击element preview 看一下 你要抓取的数据 有没有不选中 大概这时候我点击element preview 这时候它没有变红 说明我们是没有选中 我们重新看一下正常的 如果正常的话 你点击element preview 你要抓取的数据 看它都是选中了的 都是会变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没有创建 只选择器 这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抓取的是 不仅要抓标题 还有抓点赞数评论数 我们用element选中的是 这一块 这一块 然后当selecting 好保存 这是我们然后开始抓取 抓完以后 发现没有数据 而且你element preview 你发现 哎 已经选中了 重新的话就是element 大家通常就会忘记 用element的时候 element只是帮我们 选中这个区域 它并没有就是抓取 真正的数据 我们需要在这上面 创建 重新创建 只选择器 重新创建 只选中我们需要 抓取的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才会 它才会 帮我们抓到真正的数据 这个时候就如果 element preview 检查 你发现是选中了 但是还是没有数据 你就要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创建 只选择器 这个时候你只要 只用看一下 select的数据 可以了 哎 大家可以 只有一个 说明你没有创建 选择器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到 对应的 结构体下面 element下面创建 只选择器 text选择器 抓取真实的数据 再 第三个就是 你如果 被封 网站 如果有反扒充的话 你抓取的时候 没有说 就delete 就是刷刷刷的 不断的 就是访问网页 这时候你就会被封了IP 如果网站 你被封了IP的话 你就不仅仅是没有数据 你就点击script以后 他弹出来这个 网页他都无法访问 这个时候 有解决方案 但是这种情况 我不尽量大家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被网站封IP 如果封了的话 大家就可以到群里来 问怎么 问交流一下这块 怎么 或者来私信我 有解决方案 不过这种 需要大家去淘宝 买一个就是 代理IP的网站 也不贵 十几二十几块钱吧 这大家需要的话 再来 就是 你再来找我 第一种是没有数据 第二种是数据不全 也是数据不全 也是数据不全的话 第一种情况也是没抓完整 比如说减收 大家看我还是刚才能够选中第一个 这不是第一个 我选中第一个选中第二个 然后当selecting 大家看点击elemento 你发现数据不全以后 点击同样是点击elemento preview看一下 大家看就可以看到 这个没选中 这个也没选中 为什么 为什么 从elemento preview我们发现 是有没有选中的情况 我们就需要重新点击 再次选中 第二个情况是没抓完整 就你如果点击elemento preview 就你如果点击elemento preview 就发现 已经全部选中了 但是还是数据不全 就说明你这块delete设置的有点短 就有时候我们如果设置两线的话 我们抓取 但是他网页网速如果不好的话 你如果网页一进来 他就数据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加载出来 这时候你如果设置delete太短的话 在网页还没有将数据加载出来的情况 你就抓取 可能会出现数据不全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调整delete 变成3000是以下 如果还不全 就变成4000 慢慢往根据网页的情况调整 第三种情况就是 正常误差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 得到的那个评论 它显示有2000多条 但是他也会提示 将一些广告评论 就给屏蔽掉 但如果抓评论这种的话 2000多条抓了1800多条 这就算属于正常 有一部分误差 我们抓评论的话 通常也不是需要特别精准的 精准到多少条 这种正常误差大家就不用管 这是数据不全的处理情况 再一种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预防反爬虫 之前第一节会说 如果爬虫的话 如果被对方的反爬虫 就是检测到的话 会被封了IP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预防反爬虫 对webscript来说 我们预防反爬虫 就一个方法 调整delay webscript有多个delay 大家看 这个delay是在设置select 的时候有一个delay 当然你点击script以后 我点击这块 script 这块也会有两个选项 让你填delay 这个是间隔 这个是访问间隔 这个是page load delay 但是这几个delay 都是会有一定的重复性 如果你设这个是网页间隔的话 和这个就是会有一定的 它一定会重复 就是你这块delay的话 这块它也会delay 我已经就是通过 就是总结 就是发现了经验 就我们只需要关注 这一个delay就可以了 这两个我们就保存 默认两千两千 就不用管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 如果你要访问一个一面 访问多页的话 翻页需要访问第一页第二第三页 我们就让每一页将这块delay 设置成三千或者五千 设置多一点 我们只用关注这一个就可以了 其他这两个大家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因为这两个它 这三个它是会有一些 时间上会有一些重复重叠 比如这个两千 这个两千它就会有四千的 那个延迟 所以大家不用为了大家简单 就是也是有效的 大家这两个就保持默认 只用关心这一个 如果要抓取多页的话 调整到三千五千 首先 预防 就是被对方反发动机制 监测到 当然也是一种就是 嗯 比较 嗯 怎么说呢 比较 那道德方面的话 因为一个网站它的宽带是有限的 如果你不设 这块不设置delay 让它就是不停的访问 就是几乎是一毫秒一毫秒就访问访问 可能会占据很多的宽带 至于会让一些正常防卫网站的用户就是 东路不上去或者啊 东路的时候会显示超时 所以说 由于从道德上我们也应该 这块设置长一点 两千三千四千五千千万不能不设置 OK 这一节就 这么多